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又到了大家最喜歡的升級系列了 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升級過的東西真的也不少了 只是在我拍過的影片裡面 我升過的好像都是自己的桌機 自己的筆電 所以今天 我要拿我爸的筆電來動刀了 這台筆電是2009年中的MacBook Pro 搭載了Intel Core 2 Duo P8700處理器 4GB的DR3記憶體 GeForce 9400M顯卡 還有250GB的HDD硬碟 光聽這個規格就能感受到些許的歲月感了吧 是的 這就是我爸現在在用的筆電 不過因為他現在使用的需求也不高啦 最常做的頂多就是備份照片還有手機的資料而已 所以這個CPU跟RAM對他來說也算夠用了 但最大的問題在哪 在於這顆250GB的HDD硬碟 我爸很常抱怨他電腦開機要等半天 還有容量一直不足 造成每次都要花時間山東山西的 你說250GB要拿來備份的東西 怎麼可能夠 是的 所以我爸都會外接一顆硬碟 現在不用再這樣了 我要來終結這一切 相信聰明的你們 聽到HDD 容量少 升級 這幾個關鍵字 就知道我要拿出什麼東西來了吧 向你們介紹這款 Samsung 860 QBO 1TB SSD 那相信這個時候有些人就想問了 阿哲 為了一台將近10年前的筆電 買一顆高達1TB的SSD 這 滑不來吧 其實不會喔 等等我邊操作邊跟大家解說 這個 即將要變成時代眼淚的開機聲 這個開機速度應該也是時代眼淚了 是要多久啦 然後這個開機時間在換我SSD後 我也會做個比較 喔 終於 那在換過去SSD之前 但要先加HDD的資料扣過去嘛 好在我當初買這個 2.5吋硬碟轉USB的盒子 所以我們就放上去 接上電腦 在電腦上搜尋 磁碟工具程式 看到我在操作MacOS 是不是有點不習慣了 其實我也不習慣 現在找到我們三星ETBUSB了 按下清除 名字就隨便打 格式我們要選這個 OS10擴充格式 日式式 架構也不用動它 開清 在要清的時候 我們先裝一個第三方軟體 名字叫做 SUPER DUPER 好 裝好的同時 我們的磁碟也各式化好了 選擇從哪裡 call到哪裡 備份所有檔案 開始 然後這台MacBook 它只有USB 2.0 我們要用這個速度來備份整個系統 耐心 耐心 2000年後 喔 最後 那麼接下來就是重頭戲啦 因為我們要給它換一個更大 更快的腦袋了 雖然我是沒有拆過MacBook的經驗啦 不過應該是不難才對 然後換到剛剛的問題 為這台電腦裝上1TB的SSD 而且還是三星的 會不會有點划不來 其實這款860 QVO系列 就是針對評價市場推出的SSD 當然評價是有原因的啦 它常用了製造成本相對較低的QLC NAND技術 這邊簡單說明一下 SSD是使用快閃記憶體來儲存資料的 而目前快閃記憶體主要分四種成績 分別是 SLC MLC TLC 還有QLC SLC讀寫速度最快 穩定性最高 但容量最小 而且價格最貴 MLC就是讀寫沒那麼快 穩定度沒那麼高 但容量比較大 而且比較便宜 那TLC跟QLC就是以此類推 所以有些人聽到QLC可能就要怕了 那它不是最容易出問題的嗎 其實不竟然是這樣 QLC是比TLC還要更先進的新技術 所以雖然速度跟穩定度不及SLC、MLC 但跟TLC是差不多的 而且價格還比TLC還便宜 我現在很多桌電筆電都是用TLC的SSD 到現在沒出過問題 速度我也很滿意了 而且另一個注意讓你放心的點就是 三星從記憶體顆粒、控制器到快取記憶體等等的 全部都是自家生產出來的 相較於其他廠牌 可能某幾批顆粒用A加 某幾批用B加 量率上的差別自然就分得出來了 這次三星SSD為何單價較高 但群有效量還可以低一名的原因啦 畢竟一分錢一分貨嘛 品質好自然大家都想買了 那這當然不代表三星的QLC 就能打那些SLC、MLC喔 這還是沒有辦法的 還是總隔一句 看你需求啦 像我爸他主要就只是存檔案 讀寫需求不頻繁 那這種大容量的QLCSSD就非常適合他 雖然單就讀取速度來看 QLC的速度是可以比上MLC的 但如果你是每天瘋狂讀寫 而且每天抄的話 麻煩請還是不要省這個錢 那我記得換音碟的話 就從這邊開始拆啦 也好險MacBook的螺絲都蠻好轉的 我這樣子順順轉就轉下來了 那這樣子就可以輕鬆拿下來了 可是要注意這個排線的部分 從這邊拆掉 然後再換我們的SSD上去 鎖上去之後 放回去 然後再把剛剛的那個東西給鎖上去 其實比我想像中還要簡單耶 這樣子好像就好了 好啦 鎖上去之前先讓你們欣賞一下 這個MacBook的內部 可以直接更換的RAM插槽 這個也是時代的眼淚了 沒有辦法 昔日擴充性高的MacBook 已經回不去了 順利的話應該就能直接開機了吧 好 成功開機 我們就來比個速度吧 你看 即是10年前的CPU 雙核心的Core 2 Duo 換了SSD之後 還是各種有感啊 這樣搞不好Penium 4都會有感了 那我這次的開機時間測試標準 是從按下開機鍵開始計算 開機進入桌面後 馬上點iTunes 到iTunes的視窗出現時 停止計算 那可以看到換了SSD的MacBook Pro 遙遙領先進了桌面 馬上點開iTunes 大概花了8秒鐘的時間開啟 可能還是卡到CPU或RAM吧 開啟iTunes的速度 並不算快 最後以接近37秒的時間 完成整個流程 那HDD部分就是... 我們還是快轉吧 相信大家在網路上看過 那麼多SSD與HDD的比較影片後 對於這個結果應該也不太意外了 換SSD能讓舊電腦七指回生 不是講假的啊 而另一個七指回生的地方就是 可用空間爆升成4倍啊 現在講這些給自己聽沒有用 我們要請真正的使用者來體驗一下 我現在在錄喔 先讓它開機 你看它這個爆它跑的速度就快很多了 是喔 這樣就開好了 嗯哼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很快的開其他程式 本來都要跑一陣子啊 現在都不用了 然後你看它的這個容量 就多很多啦 本來你只有250GB耶 哦啊 現在就變成9塊99了 沒有沒有沒有 很好 不用再外接那些硬碟什麼的 你直接給人到這邊就好了 那我原來的資料咧 原來的資料都還在啊 就是整個扣過去了 也程式什麼的都還在 好 謝謝 謝謝 好 舉高 好 謝謝 總之就這樣成功升級我包筆電了 感覺今天的世界又更加美好了呢 但你知道有什麼東西是更美好的嗎 就是我自己也有好東西了啦 三星 T5 隨身 SSD 硬碟 僅僅名片般的大小 但具備了 USB 301 Gen2 高速傳輸 附帶 Type-C 與 Type-A 兩種連接線 不管接桌機 接筆電 甚至是接手機都沒問題 十分適合到處用不同電腦剪片的我啊 還是嫌體積太大嗎 那這個三星 Dual Plus 隨身碟更適合你 一樣具備高速傳輸 而且一樣有兩種連接方式 蠻適合出具玩戴在身上 隨時丟相片影片進去的 再來這個更特別了 三星 Pro Endurance Micro SD 卡 不要覺得它仔細搬的 Micro SD 卡 它是 Micro SD 界的無敵鐵金剛 近年來新車記錄器幾乎是人人必壯的東西了嘛 面對極長時間的連續寫入 還有車內的高溫環境 很多 SD 卡都會有掉檔 甚至整個壞掉的情況 這個 Pro Endurance Micro SD 128GB 最高可以寫入 43800 小時 識別廠牌的 25 倍 而且防水、防池、耐高低溫、防 X 光 所以也很適合監視器 或是警察身上那種執法紀錄器來使用 確保關鍵時刻都能完整保留 那現在這些三星儲存產品 是由新銳旗來代理的 各位想要有更好的產品保障 建議還是選由台灣三星電子授權代理商 新銳旗銷售的吧 這個新銳旗有他們的官方跟粉絲團 買了之後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他們 那麼影片就到這邊啦 想繼續關注接下來各式各樣的升級影片 就訂閱這個頻道吧 我知道一堆觀眾一直在等待我旁邊這台過渡機 到底何時還要結束它的過渡生活 我是想說等我今年畢業後 真的有足夠時間在這裡用這台桌機了 再來好好升級它 不然升級後很少用到也很浪費嘛 總之一切就是敬你期待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